真的好怀念S7赛季啊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萌新 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现在蛋仔岛已经经历了好几个赛季的变化 那我们好几个赛季的摩天轮没了 曾经的足球场也变了 虽然现在有了私人岛屿 还出现了很多好看的载具 但是总感觉比之前少了很多乐趣呀 我来 啥情况 这不是我的私人岛屿吗 你是怎么进来的 请问这里是哪啊 我想回我的蛋仔岛 但是找不到路了 哦 看来是个新的小蛋仔呀 这打扮的和我刚玩蛋仔岛的时候一样 让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 呦 什么情况 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妙妹的问一句啊 你是做什么的 实不相瞒 我是一名游戏主播 没猜错的话 这不是还玩过躺平发育 不华求生啊 没错啊 难不成你是我的老粉丝吗 啥老粉丝呀 我是一年后的你 不是吧 怎么会这样 你咋了你 我还以为我一年后就能爆火了呢 看你这样子 明显像个过期主播呀 说说吧 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搞笑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穿越者 别吹牛啊 这游戏可没法穿越 其实我是进了一扇传送门 回过神就来到这里了 哦 那很正常好吧 以及这游戏bug还是很多的 话说未来的我 一年之后的我是不是已经凤凰蛋了呀 这个嘛 我现在正要教你 如何尽快成为凤凰蛋呢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看到了没 萌新挖卡 这些就是你要学会的各种道具训练 只要提前熟练运用 凤凰蛋不在话下 知道了 老灯挖卡 第一关 烟雾蛋跟我来 这些烟雾会干扰你的视线 所以你要小心 看那前方落脚点的位置 好啦 你也过来试试吧 我来了 这根本难不住我 好傻伙啊 想当年 我有这么猜吗 还好啊 最后还是磕磕磕磕的过来了 下一关是手雷 这些爆炸气球距离很宽 直接一个一个隔着跳就行了 哎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一关的地雷好像有点难度啊 落脚点很小 一炸就失败 不过我有小妙招 踩在这个地雷的面前 让它把咱们直接炸飞过去 第四关 莫之炸弹 这里边漆黑一片 还有各种怪物 哎 这怎么感觉 像是我玩过的黑盒呢 我的妈呀 你给我干哪来了 这还是蛋仔派对吗 我来的 哎 好了好了 别害怕啊 这一关我抱着你过去啊 前面这来回声量的箱子 咱们要注意跳跃的时机 下一关的加速鞋 直接就是一个加速传送带呀 下一关弹簧绳 这绳子是开了巨大化的吧 直接走直线就能过关啦 下一关的弹板也不小啊 尽用弹板的力量 直接弹飞过去啊 这一关也没啥难度啊 救我 救我 再往前就是我最喜欢的咸鱼 这摇头晃脑的想跳过去 还挺有难度 好在下一关的弓箭是拳子动的 直接坐上去就能轻松过关 不过下一关的火箭筒就奇怪了啊 怎么少了一发炮弹呢 哦 原来是变成火焰轨道了呀 再下一关 拳击手套 拖拖的挨打现场 直接被打飞到对面去啊 第14关的羽毛 直接体验什么叫轻松过关 这喷气背包就有点抽象了 直接坐上去给我们运到下一关 最后一关 丘比特之罗 这次没有作文了要小心被掉下去 以上就是所有你要修回应用的道具 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练会了 话说过去的我 看到现在的弹崽岛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呢 不会呀 虽然失去了很多熟悉的东西 但是开心的回忆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 开心的回忆吗 那倒也是啊 今天见到你 我很开心 我也是